咱们今天从笑容非常有感染力的泡夫老板开局来看这手牌啊 然后咱们前边做那完整版还差最后一点点 那最后一点点他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牌局啊 一点亮点都没有 咱们那一点点就不做了 咱们今天直接来做精彩牌局 这手牌藏哥的手牌是Q7同色 咱们前边问号牌都分析过 咱们精彩牌局就别整那些有的没的了 藏哥的手牌说出来Q7同色 王哥是吧 他觉得庄位你的范围比较宽 我手里边的牌要这么好 他三拜他一下藏哥 结果藏哥这手牌说实在的有点漩涡名人的作风 最让人意外的人者是吧 这是一手非常让人意外的手牌 Q7考了三拜 王哥这个翻牌可以说这个牌力非常的强啊 顶对买K花 这是什么样的站立 挺强的是吧 这个K如果你积不中花的话 这个K一对的话会越来越弱 有的是发出一些石什么的 是吧 让这个牌面很湿润 这里边藏哥也是尻啊 不相信你小盲位真有K有高 结果转牌又来了一张7 藏哥击中了名三条 这个时候藏哥的名三条就是非常隐蔽的 是吧 开头就是三拜的底持一般7这样的牌 就是不爱进来 是吧 能进来的组合并不多 然后还有一点是翻牌 是吧 你一打底对很容易被打跑了 从这两点上而言 藏哥这个7的隐蔽性 隐蔽性非常的强 藏哥这里边击中名三条了 他肯定要打架式的 是吧 因为他这个牌 还怕一些发出花啊 瞬间再给我三条7反超楼 藏哥这牌也担心这点 所以这里边是打架值啊 下注4万5 那王哥这牌不可能7是吧 藏哥有7的概率是小的 然后他还卖花 是吧 这就是不太可能气啊 王哥这人打牌 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我觉得有点风险了 开始控制啊 因为藏哥确实有可能 虽然是小概率 但藏哥一般有时候 比如7867同色 他有可能双位 和牌发出一张Q 这张Q要藏哥变成了Q7葫芦 那就无所畏惧了 藏哥这几乎就是最大的牌 若说非王哥也是搞事 比如他拿K7这样的牌 三百的你 拿这一K的格段章 比如也是K7同色 又有同色的属性 他三百的一下你 藏哥会输是吧 这种事概率太小了 那藏哥这里边 可能要打架值 19万4千打多少呢 王哥现在是两对啊 是三对吧 正常而言 77QQKK 但德州不可里边 没有三对是吧 斗地主里边有三对吧 有连对 不能三对出 但可以出连对吧 连对很厉害吧 一出了一般人管不上 看藏哥打多少 19万4千 19万4千打8万 说实在的很像价值下注 很像价值下注 但一般高手过招 他不会把牌 他价值下注 就打得像价值下注 一般他们价值下注 打得像偷鸡 偷鸡 打得像价值下注 像真有牌 然后他们都会 就是给你错误的信息 这把藏书奴 我就是价值下注 你信不信 这把藏哥信息打得很明 我告诉你了 我是价值下注 你信不信 就是一个高手 一般和正常人的思维 他会反思维 是吧 他又是 又走到这种正思维了 所以这就是出现了 那种什么呢 出在游戏里边 咱们才常说的 这句话 就是SB克高手 你知道吧 因为SB 就是 他打得那个很直白 你知道吧 高手觉得 是吧 你会左打右打 你会预判我的走位 打我 结果他不预判 那高手反而躲不过去了 反正就会有那些 SB克高手 你知道吧 直来直去的 我 高手之间 他们队局 很少遇见直来直去的人 这把藏哥就打了这么一个 我就直白的 你信不信 是吧 我也不跟你讲花里胡哨的 我就中了大牌 我就打一个价值下注 这牌你考不考 王哥这个人 他真的很敏锐 你知道吧 他意识到这个 他觉得 就是 有点那种 预判了 藏书奴的预判 有点这个意味 你知道吧 这个牌 其实在我看来 是个 Easy 虽然有很多 怕的牌 是吧 比如A10 比如后门 后门花的概率 我说实在 实在 真的是有点小 是吧 也就A10 这时候牌 有点怕 三拜的底子 剩下还是 怕一些小概率的 比对方 是三条沟的葫芦 是吧 某种程度上的棋 但这把 真的很敏锐啊 其实咱们前面说的 都是小概率时间 加在一起 概率也没有那么大 而且这个底子 赔率非常好 这里边王哥 他真的就 嗅到问题了 他一直在想 这个八万 是吧 他真的想了好久 咱们倒倒袋 王哥 想太久了 倒袋了 就要到这儿 我说了也挺久的 我说了也挺久的 倒的有点多了 王哥 Full掉了 说实在 我真是想不到 王哥能Full掉 王哥 他有点到 他这类型 打牌的极致了 你知道吧 就他这类型 高手 他不算 他不算很凶 打牌你知道吧 他不是紧凶 但是他是偏紧的 不太凶的人 他会偷鸡 又有很好的抓偷鸡能力 又有很强的气牌能力 就是他这种风格的牌手 我觉得王哥已经是这个领域 最好的牌手之一了 就他这种风格的牌手 这手牌气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张叔弄打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说实在的 你知道吧 他打的也有点 有点创造性的 你知道吧 没给你假信息 给你一个真信息 你信不信 你知道吧 真一假来假一真 王哥又真跑掉了 这手牌又是王哥跑的非常的 太漂亮了 原来陈奕莎赢过艾尔特 在第一天比赛的中前阶段 陈奕莎赢过艾尔特一手牌 这手牌由于后边都是输 这手牌 就是说着说着给忘了 这手牌是死拽斗位 对阵死拽斗位 陈奕莎 上来要叫起个瑞斯吗 陈奕莎手里边是对石 对石起个瑞斯 然后33尻一枪 有位置一个对的 这牌还不错 陈奕莎一直在盯着艾尔特 还想看看艾尔特的牌强弱 从动作表情 多回来点信息 判断一下你手里边的牌是强是弱 咱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结果上来就有一张石 哇这个面非常的吓人 说实在的你要没什么牌 正常而言你没什么牌 你看见这个面 别人一下住你就想跑 你知道我这太吓人了 下1万5啊 5万的地尺 差不多5万的地尺 下1万5 5万3下1万5 这里边艾尔特先尻一枪 他就是觉得 你不一定说盲住位对盲住位 你起瑞斯的人不一定有什么10AK的高张 反正转牌艾尔特击中了三条三啊 因为咱们已经知道陈奕莎是对时了 所以现在可以说 哎呦他非常的贝啊 陈奕莎藏了 陈奕莎特别像 他是一手投机牌 比如他用什么 七八这样的牌 是吧 或者九十这样的牌 他起了一个瑞斯 然后他现在 有点怕了是吧 他过一下了 他特别打的像这种牌 就是他打的像中等牌力的牌 或者没牌 更像就是有一定牌力的牌吧 但这个牌不强的牌 现在而已 贝瑞斯bard吗 陈奕莎 如果尻进去的话 这个底池是20多万 23万吧 是吧 14加7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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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1万多 21万多 我说不太对了 我就再算一遍 发现不对 把尻了 没有瑞斯 底时是21万3000 因为我转牌在想 是尻还是瑞斯 咱们把这个打光是吧 我想要不要打光 陈希莎这里边 现在是击中4个石的炸弹 是葫芦 他啥也不怕是吧 艾尔特拿到葫芦 也不能说啥也不怕 怕点A10K10 但从概率学上而言 他有陈希莎的表现 他一直在过牌示弱 是吧 艾尔特获得的信息 他都可以拿价值 可以打 陈希莎其实这手牌 打得非常的好 他的过牌 其实很像 他是一手中等牌力的牌 他在过牌控制 很像这种牌 这种牌真的打得非常的好 我当时看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想到 我是4个石的炸弹 表现的真的很弱 陈希莎 整体的表现 打得非常的好 现在就是演戏 把牌演弱一点 演的忧郁一点 然后一推 这个牌 这个牌 艾尔特要尻吗 全秒尻了 冤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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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就A10 K10就K10了 一看 既不是A10 也不是A10 也不是A10啊 是4个石的炸弹 咋搞吗 4个石的炸弹